哎那个有个月屏幕前的男朋友们女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周日正宗为你们带来的变形金刚魔法 每周看每周为你们带来变形金刚界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又到了礼拜日啊 还差一句国庆快乐 老公也先来看一下官方本着发生过什么样的新闻吧 首先展规上面的一些图 我们也是看到了后续的MPG系列的雷电的一些产品图了 当然呢这个头雕是插拔的模式 而现在一款新的 哎怎么说呢 我也看了老马的那个视频啊 后背那个背包确实还挺大 据说能翻下去啊 但实物没拿到也不知道了 但变形结构感觉不是很高级 后续一些杂质图方面呢 也是看到了一些老的产品 我们这里也就一笔带过 鉴赏一下 尤其我比较感兴趣是戴亚克龙的这个大基地了 戴亚克龙的新产品这边的一个新的货柜箱 也是可以搭载那些小摩托和小人的 并且动力服也是可以放在里边 哎感觉还是互动起来挺有意思的一些玩法吧 然后官方这边新出的恐龙战队系列的玩具 哎呀各个方面看起来怎么都觉得比变形金刚这些东西要做的良心太多了呢 不管说涂装 还有这些孔洞的填补啊 起码感觉偷胶不是很明显 甚至这里边胸口打开的驾驶舱小人的刻画 包括坐在里面的感觉也是很棒的 然后是黑刹车 黑色版本的刹车 达亚克龙的配色吧 我感觉这个涂装好像是要比那原色的蓝色版本要多了一些 头条有新的更换 不过武器了 其他的地方基本都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这个其实挺好看的 黑色 镜像的 嘿 官方自己出的镜像世界的圣波 圣波 那这个白蓝的配色看起来也是干干净净的 头条重新做了一个新的头带系上去 确实也是符合了镜像圣波的这么一个感觉 那这个模具呢 其实也是老走遗留下来的啊 从围城其实就是这个模具 到了后续改了一改 小改了一点点变成了这个workman的形态 但大体的逻辑也差不多 感觉还可以啊 打击这边也是公布出来了 现在据说网上也有一些国外的朋友拿到了 那这款就和莽撞基本上是同模了 车型都没怎么改 也就是后边加了个尾翼 但这个恐怖的尾翼拿在手里边竟然是个大片刀 这也太怪了 那后边机设 小机设这回做出来感觉还是挺可爱的 应该是一个全新设计的新模具 但人形的时候小腿部分感觉空空洞洞的 这个地方好像并没有很好的填补起来 不过毕竟是一个霸家的玩具线吧 看看这个东西出来以后的素质如何了 但机设应该算是A4时代的人气角色 我觉得它更像是大黄蜂吧 而新版的白狮 哇 这个狮子我觉得比MP那个好看很多的呀 包括食物的图上面也展示出来 虽然有些玩家觉得这个狮子脸怪怪的 但是我觉得比MP那个好看很多了呀 然后哇很期待的东西来了 官方自己出的坦 那这个也挺帅的嘛 无论是变形的两个形态啊 还有它的一个高可动 以及人形的一个美形度来说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相当不错的一个水准 咋 这个东西我觉得早以前就公布出来要出的消息 现在看到了这个新产品的食物素质以后 还是有一些许的激动的 这个造型真的不错啊 那期待一下 看好一下吧 这个东西 谈都出来了 DJD后续那四个成员会不会有呢 哇 这个真的真的看好 漫画的粉丝狂喜 但目前嘛 面雕还没有展现出来是什么样子啊 如果说把那个面罩摘下来以后 面雕如果再做得好一些 那就更棒了 当然官方的头雕嘛 应该是更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连变剑帮都不需要 然后是这个插拔金刚啊 官方现在还是很喜欢设计这种叉叉叉叉的东西 个人来说嘛 虽然这个东西的玩点不错啊 但是个人总是提不起太大的性质 小比例这边厉害了 恐龙系列放在了小级别 其实这个官方应该是定义为核心级啊 那整体的变形来看嘛 因为是小玩具 所以变成人形以后 身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累赘的腿挖在身上 包括大概其也就是看个恐龙的样式吧 其实挺怪的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一套是能合体修罗王的 那现在展现出来了 这两个鱼泥和铁渣合体起来 应该是修罗王的主体部分了 那剩下的看到时候怎么分布 难道还有其他的四只龙吗 现在又新加了成员吗 看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啊 又或者说飞镖EP2 这个都说不好 钢索EP2 这也说不好啊 那不管怎么样吧 反正这一套小玩具设计还是挺有想法的 而且能做出来了三遍 虽然说有个别的形态比较崩吧 但毕竟小玩具还要考虑合体 再不及它是个官方的小比例的玩具 再这么做的话 我们也就释然了啊 也是挺期待挺看好这一套修罗王的 然后继续新品装旧旧 那现在呢 核心级这边的小声波 也是给你放出来了一个实物图啊 变形起来嘛 还是那个两个脚尖露着 重图版的这么一个音板 基本上呢 也是差不多跟之前的那个一样 不过有意思的是 它这个伪装形态 把脚专门的给你换了一个方向 可能也是起到了一个区别的作用吧 新木剧这边 双目标战士的真比 哇 这为什么翻译成叫这个名字呢 但是这个变形来说嘛 感觉就是身上背了个飞机壳子嘛 腿跟这么一盘下来 底盘也是挺厚实的啊 但是在1988年的老机翼玩具 其实变形也都差不多的一个逻辑 哇 大腿里边这么空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东西做出来了 也算是满足了和螺旋桨的一个互动吧 当然后续的一些玩具嘛 我们也是之前看到过的 尤其这个马 这个魔鬼勇士啊 反正我看到了一些实物图 不得不说呀 这个魔鬼勇士真的很不错 很漂亮 360度看这个 甚至偷胶空洞都不是很明显 头条做的相当有灵魂有神韵 而且嘴巴可以打开里边尖尖的牙齿也有刻画出来 确实确实像是马 算了不说了 屁股后边这个打开以后呢 也能还原出来 魔鬼勇士当时飞行的一个 类似于螺旋桨的那么一个东西吧 红蚂蚁的造型也很棒啊 腿部的一些细节刻画 纹理也很精彩 但听说这个东西好像炒的挺贵的 那降价的也就来了 山猫或者天猫吧 不管怎么样吧 之前炒的所谓的旗舰舰独障 现在再版的形式发售 当然之前好像还搞一众筹什么的 可能现在三百来块钱就能拿到了 我老早的时候做完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就当时在说啊 别着急买 肯定有它降价的时候 有本事就让它囤着 你看看 等到这一天了吧 来兄弟们呱唧呱唧 这波弹幕请刷毒奶牛逼 好吧 那后续呢 当然新电影这边的一些预告也做出来了 据传说啊 网上流传出来 这是新电影一些新的造型玩具 哇 这个千金鼎竟然是个大肚汉呢 哎 至今为止还是无法接受吧 看看实物素质如何啊 现在的SS这边 堕落金刚的实物展示 其实这个堕落金刚设计的还可以啊 算是还原出来的电影里边的一些细节的造型展示 但是伪装形态我真不记得电影里边有这么登场 人形的头雕也是做的非常精细的 面具摘下来了以后 这张老脸啊 也跟电影里边一模一样 但反派嘛 那毕竟都是一种怪怪的 好像虫子一样的节制动物啊 但看起来这个东西还不错 还不错 新电影的星星队长啊 这个简单变形啊 基本上算是一部了 而后续的一些配件包的内容啊 现在呢 也有网上给出来了一些新的图片 算是把之前官方出的一些产品的配件 弥补了一下 更换了以后呢 感觉也也也挺好吧 反正这些角色毕竟很冷门嘛 装上了以后 起码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增强 不可变形这边 IW的领袖之正 请天助这回出来一个2.0的版本 这一回呢 据说也是DLX比例的 可能在30公分左右吧 好像是29公分 造型真的是无比帅 作为领证的一个超级粉丝 这个我觉得应该庇入了 后续NA这边的天火的技艺玩具配色 其实也就是VF1S一条灰配色啊 现在也做出来了 还是挺还原当时的那种感觉吧 包括胸口的这个黑红条纹啊 也是非常像超市公交赛的味道 头盔可惜差了一点头泡啊 铁工厂这边宣布了 后续要再版塔安合体套的消息 这一回配色有更换 DJD的五名成员都换成了黑紫相间的配色 可能也是为了最后合体起来 那个大塔安的颜色统一吧 不过这个样子 我觉得就丧失了他的一些晚点 和主要噱头吧 毕竟DJD的五个颜色 分别看出来还是挺漂亮的 希望这一次再版 别用这个配色了吧 原来那就挺好 曹文革这边的大赤油 现在也是继续公布了 后续的裤衩子和一只脚来源 那这回应该也是一个套装了 那雷元成体来说 这个造型还是非常像星星队长的 尤其这个星星形态 让我想起来 之前GD出过一个星星啊 感觉样子很接近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三变吧 可以变成胯部啊 组合起来 感觉稳定性也是非常可以的 那看来今年这一套藏丸阁的赤油 应该是完全可以合体起来了 BD这边 本周又是继续公布了 后续的一款新的作品 那黑瓦夫现在也是跑不掉了呀 整体的细节来看 在身上的一些美形处理来说 真的是非常不错 而且我今天拿到了第一款的锋刃 可以说变形 只能大概齐的模拟出来的那个样子 变形设计并不高级 但人形处理是真的很漂亮 可以的可以的 那这一套的剑膜现在出来了 我也知道 它肯定是照着这个圆块来设定的 看看第二款的黑瓦夫出来以后 是个什么素质呢 那后边的二戏是不是也得安排上呢 招财猫出品的这套大力神 现在的食物展示图也有了 据说这一回是分三套的包装 分别发售的 哇 整体的合体形态也是看到食物以后 相当的不错 漫画造型的一个大力神啊 身体 整体的匀称程度还是可以的 而且六个成员 不论说是载具还是人的形态 我觉得也都还原出来了漫画里边 大概的七七八八 最关键的是 这一套大力神的单体成员可是四遍 它不光能变成合体形态 还能变成一个匣子装在这里边 而且每个匣子的板件拼装出来了以后 也可以像是做成一种格纳库的形式吧 总体来说真的非常不错啊 这一套的小力神 它毕竟是一个小比例啊 尺寸 我觉得能配铁工厂吧 按这样看起来 毕竟也都是漫画线吧 铁工厂也是走漫画 漫画的大力神 现在出的还真没几个啊 那后续想一想 这一套放在铁工厂里边 身高应该也会很大 再加上身上的整个的一个做工素质啊 我们在第一款里边也都看招财猫的品质 还是可以的 美形度也在线 就看这一次的变形设计 能不能用一个妙字来形容的 而且四变的 想象一下也是挺难做的 那总体来说呢 这一套也是无比期待的 看好这一套啊 看看出货以后的具体素质究竟如何吧 原创玩具这边 本周LASS也是放出来一套新的 世母阶段的产品吧 无论是飞机形态 还是这个人形都帅的无比啊 看看将来以后 这个东西出货以后的素质究竟如何吧 那么得嘞 本周的模玩 每周看新闻资讯部分 大概就到这里了 以上的素材全部来源于网络和微博 真子只是负责个人收集整理 顺带吐槽一下 欢迎大家下周日同一时间一起锁定频道 我们一起来聊新闻 我是真子 下周日再见 大家拜拜